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次共同携手 也是次区域合作的新的尝试 所以也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 六国外长一致认为 蓝仓家湄公河流域六国山水相连 人文相通 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 发展潜力巨大 合作前景广阔 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 面对区域一体化的进展 六个国家加强合作 能够促进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增长 缩小差距 推进东盟共同体建设和一体化进程 造福这个地区的民众 而蓝仓家湄公河合作机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我们六个国家 借你们的习起手来 打造一个新的 数据的 合作的平台 可谓顺乎民意 水到其成 严严而生 今天大法会的主题 是供应一江水 命运紧相迷 这个主题 非常生动地描绘了 我们六个国关系的特殊性 合作的情绪性 同时 王一外长还宣布 这次外长会收获了五项重要的成果 一是 蓝媒新机制的成立 二是 通过蓝媒合作概念文件 当中确立了合作的目标 原则 重点领域 机制架构 第三是 六国一致同意 尽快实施一批早期收获项目 使蓝媒合作能够尽早汇集四区与民众 第四是 一致同意在明年适当时间举行首次领导人会议 第五是 对外发表蓝媒合作首份联合公报 展示这次会议达成的共识 对外发表蓝媒合作与民众人会议达成的共识 在五个优先的方向上 其中的成绩合作 这五个方向 这五个方向 机构提供资助 与现存的机制不一样的是 蓝仓家湄公合合作机制是流域内的国家共同参与 共同发展的一个新机制 它的合作内容最符合沿岸国家的实际需要 而早期收获项目也是这个地区的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项目 人们可能问为什么会有另一个人在美国 这些是不同的 这些是中五个优先的 所谓的国际外的国际 这些特别的 LMC 是 among the six 优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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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 于是中文人 然后我们用中国 中国就是中文人oft 之中的个优先的ume ovat 与南亚河河河所在갑里面 六国各方 都对此次蓝莓合作机制 抱有很高的期待 那客户罗灣有很高的期待 我认为 Mekong country together to make their development more sustainable in terms of when they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maybe this mechanism become a platform that each country or all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and talk about their issue and their plan that make their country interest and also that can serve both country in the Mekong country including China 1992年成立的大梅公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是由亚洲开发银行最早倡导 蓝仓江梅公和沿岸六国共同参与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形式 这一机制有两个特点 一是它本身以经济合作为主 较少涉及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合作 二是它是我国参与时间最早成效最显著 机制化程度最高的次区域合作形式之一 已成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成功典范 不过大梅公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主要是经济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 特别是在关税效益大为降低的情况下 如何继续深化有关势头 区域内部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分繁突出 如何将次区域经济合作拓展到政治安全社会领域 以有效应对它们 在这个背景下 一些关于次区域合作的新想法出现了 而蓝梅机制是最接近现实的一个 泰国是该机制的最早的倡议方 因为蓝苍江煤公河流域经常发生旱老灾害 泰方几年前建议流域六国就水资源开发与治理问题进行合作 中方认为单纯就水资源设立机制合作领域较窄 顺势提议建立涵盖各领域合作 由六国共同主导的机制 获得其他五国积极响应 2014年11月 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召开的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时指出 为促进东盟次区域发展 中方院积极响应泰方倡议 在10加1框架下探讨建立蓝苍江煤公河对话合作机制 2015年4月6号 首次蓝苍江煤公河对话合作外交高官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主题是六个国家一个命运共同体 建立蓝苍江煤公河对话合作机制 促进次区域可持续发展 各国希望加强次区域国家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社会人文交流 促进整个次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0月中旬中方正式宣布 将在云南省景洪市召开首届蓝苍机制外长会 讨论蓝苍机制目标重点领域 及早期收获项目 有关蓝苍江煤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 我们来视频连线 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海玲 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海玲 那么据你观察哈 你在现场有没有发现此次外长会 都有哪些亮点是值得关注的 好的主持人 这次烂苍江煤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 选在我们省的西川版纳景洪召开 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知道烂苍江在中国 刘京的主要省份就是云南 而景洪就地处烂苍江畔 它也是烂苍江煤公河流域的一个主要的城市 那么昨天六国的外交部长抵达景洪以后 他们就穿起了当地的西川版纳 很有特色的这个歹族的这个传统服装 那么整个的气氛也是其乐融融 也非常的契合这次会议的内涵就是 同名一江水 亲如一家人 那么今天的这个外长会的主要的会议议程 就是六国外交部长就推进蓝媒合作 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广泛的共识 会议从早上的十点就一直开到了中午的一点钟 那么也就大大的超出了之前的一个会议的预定的时间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的说明这次六国外长会的这个审议的 他们商讨的这个文件和项目之多之广泛 果然在之后的记者会上王毅和泰国的敦外长的都谈到 说这次会议呢就是提出了70多项的意向合作项目 数量之多也说明了六国合作的意向非常非常的强烈 那么这些合作项目的主要是包括三个层次 一个是政治安全 一个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还有另外一个是社会人文交流 那么也提出了五大的一个优先发展的领域 分别是互联互通 产能合作 跨境经济合作 水资源合作 和农业减频合作 那么就是对于这次会议的成果呢 王毅外长用了四个形容词来形容 他说是很顺利很圆满很成功很振奋 好感谢张海林从前方发挥的报道 六国外长会的召开标志着蓝媒合作机制的启动 流域国家对这一新的合作机制也是充满了期待 大家希望携手共进 互利共赢 而云南作为此前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合作的前沿 也将迎来新的机遇 湄公河全长4880公里 长度排名世界第六 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北路 流至西藏的昌都之后称蓝苍江 蓝苍江由北自南流经云南省的七个州市 从西双版纳出境后改称湄公河 湄公河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最后进入越南 蓝苍江湄公河流域人口众多水土资源丰富 但这些资源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 以水资源为例流域各国的差异很大 人均水资源最丰富的是老挝最缺乏的是泰国 总的来看流域的水资源分布规律为下游比上游丰富 左岸比右岸丰富 平原比古地丰富 然而很长时间以来 流域各国的水资源利用情况都不太理想 柬埔寨只有四座小水电站 面电没有水电开发 仅有小型灌溉工程 越南的水电开发也没有多少进展 尽管煤工和流域调查协调委员会很早就提出了指导流域规划 但却一直无法落实 尤其是干流工程 受到下游国家包括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反对 认为上游国家开发水电会对下游产生不利影响 产生毛病呢大部分主要集中在就是下游国家 对上游国家的一些计划有所不满 他们认为呢就是上游的一些开发利用 比如说建立开发水电建了一个大坝 把这个水啊给都拦住了 那么下游的水量就少 对于下游的农业灌溉的用水 包括下游的渔业资源 以及这个环境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我想处理这个问题呢 包括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也有一些成熟的经验 那就是通过各国之间的建立一种对话沟通的这种机制 但是在这个地区呢 已经现有的这些机制呢 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曲线 比如说这个GMS 就是大梅工核次区与经济合作 他主要侧重的是一个经济合作 对水自然开发利用涉及的不多 还有一个美工核委员会 中国呢之前还不是他的这个成员 所以呢现在目前呢就是说 缺乏一个涵盖地区六国对话的这种沟通的一个机制 如果有了这一个机制呢 就是大家能在这个平台上 就各国的这些发展规划 进行协商 我想呢就有时会减少他们之间的猜疑和矛盾 解决好上下游国家的矛盾 需要各国在次区域层面加油助力 将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起来 柬埔寨是流域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但对蓝莓机制的期望值 却是最高的 我认为了解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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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的雷 泰瑞沙的雷 阿批寨的雷 还能电影 跑比较 转比的雷 还想看它 干不及能得度来跑比较 柬埔寨希望通过平等互利的蓝莓机制 加强柬埔寨的航道输菌 河岸护理工作 缅甸和泰国等国 则希望中国帮助柬埔寨流域国家 治理汗老灾害 同时 流域各国都希望 加强水文数据信息交换 同时建议 成立蓝仓家柬埔寨水资源利用专家委员会 对综合利用水资源 进行总体规划和科学设计 避免各自为政 带来的相互猜疑 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工河中下游的这五个国家 是东盟当中相对来说 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 尤其是柬埔寨 老挝和这个缅甸 都是被联合国定性不发达的国家 他们这些国家的发展经济 那么他们面临着很大的一些制约因素 比如说技术 技术设施都还是比较落后的 他们只能依靠这个区域或者次区的合作 对这个新机制他们也是充满期待的 尤其是柬埔寨和老挝 我们这次去感觉到柬埔寨这方面非常的积极 他的政府的顾问 召集了外交部 交通部 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农业部 相关部门的这些政府官员 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建议和关切 老挝是可能这几个国家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 它是唯一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国家 所以一般被称为叫陆索国 就是landlocked country 那么它的国家的发展规划 就是要变成一个陆连国 就是参应它和每个国家都接壤 所以它有这个优势 它要形成一个交通的输入 它要变这个landlocked 变成一个叫做landlinked 所以它对这个合作也是非常的期待 除了对美工和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也是兰美各国的共识 大家都期望完善铁路 公路 水运 空运 电网 通讯等方面的硬件建设 并提高通关等软件基础设施的便利化和自由化 随着蓝莓机制的启动 蓝沧江流经的云南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长时间以来 包括云南全省的蓝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一直被作为云南对外开放的重点 从1992年开始 中国积极参与了亚洲开发银行倡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 东盟倡导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MBDC 并成为湄公河委员会MRC的对话国 在次区域合作中 云南凭借区位优势 以代表方身份成为中国参与合作的主体和前沿 目前 云南七处省四处境公路网正在成行 两处省三处境水运大通道正在加紧构建 长水国际机场航线覆盖全球137个城市 全省投入使用12个民用机场数量居全国第一 云南航空网逐步完善 与此同时 云南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基地及能源保障网 建设全面展开 通信枢纽宽带云南工程正加快建设 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通信枢纽和区域信息汇集中心 都将大有可为 云南应该面临着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首先它具备别的省份所不具备的这种地缘的优势 其实在这个机制没打到的没启动之前 云南和这个一直是我们面向这个东南亚 特别是这个中南半岛的一个门户 和这个缅甸老挝都已经开展了 包括和越南都开展了很多的这些项目 一些合作 我们这次去越南和商会的人 进行作谈 他们也谈到很多云南的一些企业 都已经进军越南 云南已经是一个先行者 像越南他们也介绍说 那边的通关的速度还是有些慢 比如说他们缺乏一些相关的知识技能 我们可以给他提供相关的培训 将来我们可能还要在这种边界的地区 去建立这种新的跨境的这种经济区 或者自由贸易区 我想这些都会给云南带的很大的一些机遇 好 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即将在菲律宾召开的APAC会议 11月10号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 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时曾经表示 菲律宾将会做好此次APAC会议的东道主 不会把南海议题引入APAC会议 但就在同一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却公开表示 南海问题将不可避免的成为本次APAC会议上谈及的一个议题 那么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的菲律宾 是会遵守诺言还是会倒向美国呢 如果南海问题真的被提及的话 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王毅在马尼拉总统府会见非总统阿基诺时说 去年北京APAC会议就推动亚太区域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希望今年会议能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聚焦和推动亚太经贸合作 阿基诺称 非方期待习主席赴飞与会 将近地主之宜 给予习主席最热情友好接待 采取一切措施 确保习主席的马尼拉之行顺利安全愉快 阿基诺请中方放心 承诺不提南海问题 然而美国对此却发出不同声音 据美国之声报道 11月10号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唐纳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南海问题将不可避免的成为本次APAC会议上谈及的一项议题 唐纳还表示 菲律宾是东道主 他有权承诺不提及南海问题 但可以预计的是 南海问题将在多边讨论和分组会议中出现 美方不会把这个议题从讨论中完全排除在外 对于美国的隔空喊话 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非方承诺不会在会议上提出南海议题 但无法阻止其他经济体在各自的双边会议上讨论任何议题 针对美国这一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红磊在1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APAC不是讨论有关敏感问题的核事场合 红磊还表示 APAC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贸合作论坛 不引入政治安全等敏感问题是各成员国多年来达成的共识 也是APAC机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APAC不是讨论有关敏感问题的核事场合 也不因为炒作敏感问题提供方便 事实上 这并不是南海问题第一次被推向APAC会议 有报道表示 在近年数次的APAC峰会前 也犯起过要把南海问题搬上APAC桌面的暗涌 但都被中国的外交努力所化解 有分析认为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表面上保持中立 实际上一直在幕后推动 把南海问题多边化 国际议题化 这次美国国务院的表态 就是在怂恿其他南海生所国 借APAC非正式峰会挑起争议向中国施压 有报道称 在菲律宾向国际海事法庭提诉南海政策 美国派军舰巡航南海之后 APAC会议又有人要蓄谋捣鬼 习近平主席这次出访 将可能面对一场严峻的外交战 好 短片看完了有关这个话题 我们来电话连线 中国社科院海疆问题学者王小鹏先生 小鹏您看 美国方面是表态说 在这次菲律宾举行的APAC会议上 很有可能将不可避免的 还是会触及到南海问题 那您觉得最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提出南海问题 是由美国提出 还是由其他的直接的南海问题的声索过来提出呢 那么这次我想如果说在APAC会议期间 提及所谓南海问题的话 估计美国会成为一个孤家寡人 那么相关的一些争端方可能不会提及 菲律宾方面在这一次 他提前就公布说他作为一个主办 我不会在会议期间提及南海这样的一个敏感话题 所以说出于这个国际公信度的问题 不应该由菲律宾提出来 但是呢美国他提及这个问题呢 我想更多的可能是为了要在媒体上去炒作这个问题 涉及一些媒体的场合 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大 那么提出的借口和理由呢 可能就是美国所谓的维护航行安全和航行自由 一系列的一些借口 你刚才也说到了 菲律宾呢很有可能啊 不会在APAC会议上再提这个问题了 但是现在有了美国方面的撑腰的话 有没有可能他又会改变自己的这种态度和做法呢到时候 这次APAC会议呢情况有所不同 第一个呢APAC会议它是一个纯涉及经济议题的一个经济论坛 那么菲律宾如果是硬要把一些政治议题打包进入的话 那么会引起大多数余会国家的反感 另外菲律宾方面由他们的德尔罗萨里奥外长也好 还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也好 提出不会涉及南海问题 那么这次如果说冒天下之大不为提出这个议题的话 那么对于菲律宾整个国家的这种国际形象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害 再有一点呢就是菲律宾国内的人心向背和大环境 现在菲律宾的高院正在裁判美非之间的涉及强化防务合作协议 是不是违宪的问题 而菲律宾的参议院已经提出了协议是违宪的 所以说整个菲律宾大环境不认为再次炒作南海议题 挑拨中菲之间的对抗是一个对菲律宾良好的选择 那美国呢一再想要在APAC会议上引入南海话题 那么搅局APAC峰会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会对本届峰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从表面上来看呢 美国方面它还是要南海问题不断的走向国际化地区化 那么由此呢使这样的一个本身是中国与直接当事国之间的南海问题 它要炒作成一个国际议题 另外一点呢就是从这个大的战略上来分析呢 美国它实施所谓亚太再平衡 除了军事力量的再平衡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再平衡 它需要在一些国际的场合呢 它试图通过抛出一些国际争端的议题 以此呢来体现它在该区域特别是在亚太西太区域的这种国际话语权的主导权 所以它把南海问题就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着力点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它无论是以什么方式 怎样去提及相关的敏感的话题 它的这个目标也不会达成 因为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样的一些议题在大会上不会引起绝大多数国家的关注 是会受到大家的一种反感 小鹏那么这次习主席也将出访菲律宾参加APAC峰会 那么对此有分析人为说它很有可能会面临一场真正的外交战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一种分析 会不会真的在此次APAC峰会上会充满了这个火药味 我这样估计此次APAC会议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杂音 比如说像这个个别的这种预外国家提及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议题 不同程度的希望制造一些扰乱会议正常进行的这样一个效果 但是呢不会从根本上去撼动这次会议它主要讨论经济议题这样的一个大趋势 是短短的几天会期之内涉及区域经济合作的大议题 基础是合作的问题 海上互联互通的问题 涉及相关双变贸易的问题 这么多的议题根本都谈不过来 所以大家呢没有兴趣去谈及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 好今天非常感谢小鹏分享观点 谢谢 好来继续关注缅甸大选的最新进展 今天是缅甸大选计票的第四天 民盟继续领先 根据最新的消息 昂山素季已经在位与军方合作做准备 今天已经来到了本次缅甸大选结果公布的第四天 截止前三天 本次大选所涉及的1171个席位呢 已经公布了648席 占比达到了55% 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无论是人民院民族院还是省邦议会 民盟都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今天出版的缅甸时报 而这张图呢就是人民院议员的一个分布图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 代表民盟的红色呢 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 应该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民盟已经稳操胜卷 如果民盟接受政府 我们会有更好的经济 更好的医疗服务和更好的教育 法治情况也将得到改善 如果全国民主联盟和昂山素季治理国家 我希望我们小贩的生活得到改善 他曾经说过 他将为我们做主 很多事情会渐渐的好起来的 面对民盟极高的呼声 11月11号缅甸总统府发表声明说 缅甸政府将与各方合作 确保在大选后保持稳定与和平 将尊重人民的选择与决定 平稳移交权利 先任总统吴登胜也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说 他的政府将会接受大选的结果 并移交权利 缅甸国防军当天也发表声明说 敏昂来大将对包括军人在内的缅甸人民 有序完成投票表示祝贺 同时祝贺民盟在大选中领先 这也是缅甸军方自大选以来的首次公开表态 尽管吴登胜和敏昂来都宣称尊重大选结果 但未来军方是否会制造障碍 新政权与军方如何互动还是很大的未知数 缅甸军方一直是缅甸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将来是听命于新政府还是自行其道 目前仍不得而知 如果军方不肯听命于新政府 那就意味着缅甸会存在两个权力中心 新政府能否正常运行都将是很大的问题 目前如何顺利的实现权力交接 成了很多缅甸人关心的问题 我认为权力交接过程不会容易 现任政府和被新选出来的政府 必须有一个谈判和相互合作的过程 他们之间需要互相理解 放开胸怀 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 11月10号昂山速记发表公开信 要求和总统吴登胜 军队总司令敏昂来 及国会议长吴瑞曼 进行全国和解谈判 商讨国家走向 信中写道 民众在选举中表达了他们的意志 我愿邀请你们下周在方便的时候 讨论国家和解 对此缅甸总统府声明说 相互合作与讨论 将在联邦选举委员会 公布最终选举结果之后进行 敏阿拉也表示 将在大选有关事务结束后 由双方商议决定 而只有吴瑞曼 11号通过社交网站 表示同意会晤 如果全国民主联盟 获得选举胜利 那么如何处理与军方的关系 就成了摆在昂山素季面前的 第一道试题 当我们谈谈到 建议国家 当然有关系 你的能力 工作与军方 经约细来持续 25%的支持 四国民主障 接近 如果练习 成了 或其中一样 clash 当于荒联系 这种事会 这种事是 so how we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depends on how the situation evolves it's not something you can set hard and fast rules for The NLD has said officially that the 35% must go in time because it is not in line with democratic practices but that we will negotiate the way in which this is approached in the interests of reconciliation when will you start negotiations and are they open to negotiations they will have to be open to negotiations as soon as we form a government 好 关于缅甸大选的内容我们来电话采访云南大学东南亚问题专家李晨阳教授 李教授您看11月10号缅甸军队的总司令敏昂来是公开祝贺民盟在大选中领先 那么这也是军方首次对大选进行一个表态 对此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种表态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这一次从选举的情况来看呢 这就是说一边倒 在目前正在一种态势之下 如果说这个军队不表态 不支持不承认大选的结果 那么对军队呢 继续保持他在国内政治当中这种领导地位啊 独岛地位呢也是不利的 所以无论如果将来他怎么做 他首先他就要有一个态度 不论让民众和国际社会 再把军队呢作为一个指责的他们一个对象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 先承认 然后先接受 为了要怎么做 你后来可以慢慢的再来这个商讨 李教授假如民盟在这次缅甸的大选中 获胜的话 您觉得缅甸的军方有没有可能 拼命于心的政府的安排 那么未来是否会存在 因为有两个权力的这个中心 而导致缅甸陷入到一个新的混乱当中呢 根据缅甸的宪法 实际上他就存在两个不同的权力系统 一个就是政府的掌控的权力 另外我们是军队的这个权力 总统不是这个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者 无论是以前还是将来 只要宪法不修改 缅甸的内政部 边境事务部 还有国防部 这三个部长的任命呢 不是由总统来提名 它是由三军总司令来提名的 那么将来如果说民盟能够顺利组阁之后 那么军队那完全可以不听这个政府的这个指令 因为它本来就是有两个这个这个权力系统 其实我们前几年关注到的 政府军进攻这个小生美洲地方武装 登胜总统要求停火 军队有的时候听有的时候不听 这个本来它就属于不同的系统的 您看昂山素季在还没有最终的这个大选结果出来之前 他就要求说总统登胜以及军队的总司令敏昂来和国会的议长吴瑞曼 就全国民族和解进行一个最终的这个谈判 对此您怎么解读 我想第一个就表现出来昂山素季还是比较急迫 那确实对这一个结果确实是盼望已久 所以安安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 就是要和现在的这种执政者那么进行对话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也意识到大选结果追求出来之后 全力能够顺利移交 民盟能够自或能够顺利组合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现在的总统议长 以及军队总统的配合 尤其是军人本身就是一个缅甸国内 具有一个最大力量的一个政治力量 所以他必须要和这些力量呢 沟通之后才能决定下一步才去什么样的措施 如果说不沟通他才去当方面的行动 有可能会激化国内的矛盾 最后导致了民盟或者重蹈1990年的负责 也就是说他一定会吸取当年的这种教训 先做好学校 好 非常感谢李晨阳教授提供观点 谢谢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事业 好 以上就今天新事业的所有内容 感谢收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事业节目的话 可以登陆到云视网的新事业专区进行查看 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好 感谢收看 再见